七十二 大家都一併而起争夺的利益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盲目地跟着跑 如果见到大家都一哄而起 抢着做的事 自己也跟着做 最后一定会失败的 比如目前大家都喜欢从事房地产开发 由于房地产公司太多 修建的高楼大厦亦甚多 结果造成房屋羁压 购买者少之又少 以致许多楼宇空空无主 无人购居 造成投资者大为失利 这条名言写在两年前 当时云高大师就告诉人们 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应该慎之又慎 绝不可盲目而起 一哄而上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得看准时机 及其发展趋势才可行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